为什么现在还是特别容易 跟我朋友聊完以后 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哎 现在小子好辛苦啊 都是一家东西啊 今天对玩儿要求太高了 我就不得 我就只想我们家玩儿了 健康又快乐 走一到走五 就只上数据音乐的辅导门 或者是艺术类的香气辅导门 我们要搞钱一说 到家直接稀疏了就顺 轻松又省心 走到自己拉头抓双球 你说现在那家玩儿勇啊 玩儿什么幸福 我们小时候放屁之后 那都是自由自卑之音 什么弹珠 地键子 做每一张各种游戏 现在 关键是我朋友 明明经历过那么快的朋友 还有你所谈认为 现在的孩子就很幸福了 我当时是又反问我朋友 你觉得你小时候幸福一点 还是现在的孩子小时候幸福一点 不然是他们咯 他们现在是有 离开的国度好耍的 我们现在是有儿子秀 现在他们放屁一点 要多少时间啊 要生活好玩 现在是他还二龙龙一样 几乎不清沾 我卡住手机刷夺了 谁是一根根根本放屁是啥 嘿 怎么说呢 我好像突然理解 为什么现在孩子会抑郁呢 我的父母爱我 却不能理解我 我的痛苦 被他们并行为 身在佛中不知佛 我的情绪 连个发泄的出口都没有 我还没了